27. 《文匯報》 批聯署必聲陳文敏各界 政治干預校正 2015年7月13日正情與評論 A.17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鄭志祖 傳為港大副校長人選的前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 因被港大確認再捐款門醜聞中行為不檔 港大校務委員會早前按照程序然後副校長任命決定 有多名反對派政黨成員發起所謂校友和公眾聯署 要求校方盡快確認副校長任命 否則就是被政治干預 不過 有港大校友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批評 政客聯同非校友聯署向廣大施壓 正正就是以政治干預校正 而要求廣大提升自己人 更是毫無道理的 佔中三醜之一的大熱亭 去年被揭向廣大多個部門提供四筆共145萬元的秘密捐款 港大經內部調查後 校委會上月30日決定公開報告 顯示在事件中收受大耀廷捐款的陳文敏 被指做法不符予其標準 校委會將事件交由管理層跟進 主席梁志鴻認為 副校長作為首席副校長的助手 應代新首席副校長上任後再作決定 非校友也能聯署教協收錢 不過 由反對派組成的港大校友關注組 昨日發起所謂 韓維園校自主維護學術自由的守護香港大學聯署行動 設立網上聯署專業 而聯署分為校友及非校友部分 聯署者需捐款港幣200元或以上 由教協代收 公稍後年同聲明刊登 報章之用 包括公民黨主席余若薇 黨魁梁家極及成員吳靄儀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 善仲鞋及成員楊森和李永達 介公立法會議員梁耀忠 教協立法會議員葉建源等昨日在港大舉行聯署的啟動儀式 他們稱副校長任命過程以不同理由一再拖延 違反程序公義 涉及非學術原因 甚或涉及全民眾的政治干預 要求校委會盡快確認副校長密室委員會的任命建議 更借提發揮稱要爭取取消特首兼任校監的鑑牌 曾玉成 校外不應干預校政廣大校友 立法會主席曾玉成作入了一個公開場合被問及此事時表示 他相信校封以按一般程序處理 以自己需是校友 同時也是立法會議員 校外不應有行動去干預校政 故他不會參與聯署 劉乃強 聯署無異於施壓廣大校友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乃強昨日接受本部訪問時質問 連非校友都可聯署 港大選副校長有關他 使 他並批評發動聯署的人聯同公眾聲稱 英漢為港大學術自主 無異於向港大管理層施壓 正正就是以政治干預港大校政 自相矛盾 他認為 真正尊重港大學術自主的人 便不應參與聯署移英 移英讓院校自行處理 陳勇 都簽名應周庸當副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形容 事次聯署行為非常離譜 徹底破壞大學獨立自主原則 若簽名多便可以做副校長的話 那麼周庸應該當副校長 因為他在多次的簽名運動中 都能拿到過百萬市民簽名 他為 陳文敏卷入捐款門醜聞 反對派僅若無其事 還倒過來向校方施壓 要求提升自己人 毫無道理 郭偉強 反對派現行矛盾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批評 反對派議員時常把學術自由掛在口邊 現行給背道而馳 陳文敏收取捐款 物件顯示證據確鑿 反對派迎千方百計推陳文敏上位 令人費解 他說 大學本身有一套既定的聘任守則 反對派不應再插手 破壞本港院校獨立自主傳統 反對派不應再有兩套既定的聘任 這要有些人物貴